新竹市議長謝文靜在支持者跟新民議黨團議員陪同下 八點半就來到新竹市巡委會進行登記作業 隨後謝文靜也發表參選理念 政治歸零建設新竹 百頁興旺市民平安訴求 新竹市目前已經產生三大的危機 首先是治理的危機 政治的危機 包括我們的建設的危機 那麼我們已經產生這三大危機 所以讓很多幸福的假象 都已經讓市民嚴重的質疑了 我開出的向市民的承諾 是希望我們政治歸零 建設新竹 我們的百頁興旺 市民平安的政治承諾 那麼正式的承諾 我想我一定會 那麼來解決我們新竹市所有的問題 登記作業的現場是議員鄭正宗現身在選委會 讓許多支持者跟新民意黨團的議員 一一跟他打招呼 這也讓傳言 鄭正宗不參選的謠言 不攻自破 在今年在這一屆 當初民進黨黨部都已經內部協調好了 現任黨員為第一優先 鄭正宗當六屆 我只不過 何人 何人受傷 在外面 給我傷害到多嚴重 然後民進黨提名 沒有經過黨部 也沒有經過政政中本人的征詢 憲文靖表示 未來擔任市長將推動各項幸福城市願景工程 包括城市規劃 交通建設 舊城再生 觀光旅遊等市政工作 用這四大市政支柱 復蘇基層經濟 讓景氣良性循環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